我有一刻是想過 為何我不頂多兩秒 頂多兩秒可能是一個好的鏡頭 但是晚上回去的時候 我傻的 為何不早點離開 我頂多兩秒 那個是一個好的鏡頭 但是是我的人生的最後鏡頭 那一拍是屎臨尿賴 真的見到我們完全不是渠王 是很射龜的白紙 然後射一隻 發生甚麼事 是那隻 這個家庫場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大家都成長了 大家對演戲的追求 都又不同了 就是各自 但是兩個品味是一樣的 譬如 以前我們還是年輕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是那些 怎樣去做好這個角色 但是見到他的時候 就會覺得 他不單止要堅固這件事 他還希望是怎樣長戲是好看 怎樣對手是會好看 我想可能十年前 一開始在電視台拍電視劇的時候 那時候是拍那些老表系列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的喜劇 即是這麼巧就是喜劇 即是喜劇開始給大家認識 其實在電視台 我總共是五年 我在TVB 其實頭兩年半 我想我是不停加一些東西 想試一下 究竟這樣做是行不行的 其實很快去到後期 最後三四部電視劇 我就開始在減少一些東西 我覺得少一些東西行不行 那到電視劇圈磨練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覺得其實是演員永遠都要做好自己的角色 但其實在學校的時候 都是學你要令你對手發光 其實觀眾就會看到你 還有因為我又跟很多新導演合作 新導演就是大家都沒什麼經驗 就是大家都要互相去看看 究竟行不行 當然都遇上很多慘痛的經歷 有時候是原來這樣可能 這樣是不行的 所以久而久之 我覺得其實不是自己做不做得好就算了 你要是整個電視劇或者你的對手 是不是都做得好 我覺得他很有自己的風格 自己的幽默感 其實在讀書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很超級的這個演員 他是那種很沉穩 很實正 還有他真的做什麼角色 你都會覺得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那我覺得 譬如金手指那些 就算他跟梁先生一起做 我都覺得他是很有自己的重量 就是不卑不寒 其實不是 是有很多事情累積的 譬如你看到他 馬特蓮娜 以在那裡的人 可能他在那裡慢慢地 已經有漬可沉 現在他會覺得 電視劇不只是在自己上 大家都要好看 甚至乎要去成就對方 但有些事情譬如他都會退步 譬如他怎樣看我的那些 想不到人家真的問你 似乎乖乖的那些 隨意將大家私密的事情說出來 很隨意的 這樣就真的要改 其實他是偏向慢熱的人 會有一種不肯定 不肯定他會很禮貌 他就不一樣 我是電影的我不管 但他仍然會害羞 那些我覺得有時候會影響 但在舞台劇是他的王國 我喜歡看他開始找到哪些位置可以偷懶 全世界人不知道 只有我知道 你這個位置正在休息 你在舞台公然休息 然後沒有人知道 我就最享受看他這些事情 最緊張的那一場戲 就是對我來說 最記憶很厲害 就是我們全部人 我要告訴他們 示範怎樣去爆破地爐 怎樣爆破甲慢 我就要點著一個炮掌 然後扔進焗爐去示範 但那一天 其實沒有剪下去 一點了之後 那個炮掌有條癮 那些癮有些火蝕在那裡 繼續飛來飛去 飛去到桌子上的煙花 馬上爆炸 然後我們就 我和阿丹 最近這張桌子 真的被他爆到我們 導演還沒叫咳 我們就已經離開了 因為那件事很危險 大家都很害怕 那次完結之後 甚至乎是 會有一種感覺是 為什麼我們這麼晚才離開呢 我們應該一開始他爆的時候 我們就要離開了 因為我們沒有很小心去檢查 可以有危險 可以有危險 那次撿回一條命之後 當然覺得這些場面 其實是自己照顧自己 沒有人會離開 這個是最驚險的 因為那天真的是炸藥 我打算死定 但是越爆越多 好像整張桌子 上面那些都要爆 我有一刻想過 為什麼我不撿多兩秒 撿多兩秒可能是一個好拍 但是晚上回去的時候 我傻的 為什麼不早點離開 撿多兩秒 那是一個好拍 但是我 是我的人生的最後拍 但是那一拍是史林了賴的 真的見到我們 完全不是渠王 是很射龜的白紙 然後說 吃一隻白 做什麼事 那隻來的 他駕駛了電單車一段時間 然後經常跟我分享電單車的事情 然後就覺得 我人生有沒有可能跟他駕駛電單車呢 那我就用一些時間去考車拍 然後這麼巧這套戲 我們去日本拍 其實在決定 我知道找我之前 其實我想我們半年之前 甚至乎可能九個月之前 已經確定了 我考到車牌了 終於可以跟你一起玩一段 不如去日本 和其他一大堆兄弟 一起在那邊駕駛電單車 那這個某程度上 都是我的夢想 就是跟他一起可以玩這件事 所以日本 差不多三個幾個星期 連拍電單車 那這些是很開心的 人生難得 你叫再來一次 那麼容易約 對 還有今次的演法 其實就可能未必是 跟他們電視劇那種 就是 不要說哪樣好哪樣不好 是電視劇一定要有一種不同的類型 你有一種演法 但今次的演法 就是另外一種比較簡單 簡潔一點 要很精準 要沒有那麼多花巧的東西 才會有那種重量 要很真實地去演 那他們都 最初都一定會有一點點不適應 就是說多一句都不行 就是說多一句沒用的東西 就是扣了分 總之眼看多眼不需要的 總之無謂的東西多 就是在減力 你要去到很精準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總之說得五個字 說得完你就不要六個字 就是多個戒指 就是多個戒指 就是沒有力 這樣 他們很快都適應了 就知道其實應該要是這樣 所以我也很替他們開心 就是如果這次有人覺得他們不同了 好像實正 這次是另一種風格 那是他們自己努力 我欣賞他們 因為我全部都是第一次合作的 有時候我會覺得 原來你們是這麼主動的 你們會願意去問 有些可能會 不用聊 那就去到場 然後大家走一次的位 然後看看大家什麼了 然後大家去玩 可以是這樣 但我們有很多時間 是拿來大家去修改劇本 去談大家的角色 這件事不是每個劇組可以供應 而且是這麼開放 導演亦都願意 你們都可以一起 就算你們自己談 都沒有什麼問題 他會放手 這件事 其實說真的一句 初頭會覺得可能是 阿丹會主動一點 然後Anson 他會沒有這麼出現 但其實很多吃飯的會 都是Anson Jörg 其實大家都想做好戲 他們願意去談 我沒有覺得 我明白為什麼大家 會這麼多人喜歡你們 這麼年輕的時候 已經有這種上進和專業 沒有的 我期望五億 你能否實現到才行 應該是要祈禱的 差不多 祈禱大家多點進戲院 我是很喜歡在香港拍戲 在這裡 所以無論大制作也好 小制作也好 我都很享受 作為演員 就是做好自己本分 就是用心做 年輕的時候 經常說只有一個觀眾 我都會演 我其實現在是很變態 我進化到沒有觀眾 我都會演 因為一拍攝的時候 其實就是 進去那個世界 就沒有其他東西 對於我來說 只有一個角色 我看著他 已經在看著是個角色 我看著Anson Jörg 也不是Anson Jörg 是個角色 是想說我什麼故事 這件事本身 每次還有機會 我已經擔心了 至於你說 環境階段很差 在我們講產片 但至少 《盜月者》這個戲 我覺得我們拍攝的時候 大家都 一條心 用心做 然後真的盡量 盡量 至少可以盡善盡美的地方 但我們也會把真圓做完 然後盡力宣傳 希望觀眾進去看得開心 唯一可以這樣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